新竹县执行违规停车脱掉一致保管厂未来有新措施了 只要这个陷阱局公告骑买车主没领回 就会直接办理报废 保管厂里停满各式车辆其中不乏进口名车 不过这些被脱掉一致的车辆当中 有不少已经骑买却始终不见车主来领回 因久后驾车罚缓加重 且必须掉扣车辆排照两年 部分驾驶认为车辆价值不高 且因自身无法负担久后驾车的罚缓 因此不愿前来领车 新竹县目前只有竹北市设置违规停车 脱掉一致保管厂 目前厂内无排车跟久驾车 占保管车辆半数以上 不少车主调扣牌照起满后 却迟迟没有来领车 导致保管厂车满为患 为了有效利用空间 新竹陷阱局只好修订 妨害交通车辆自制条例第六条 未来只要公告三个月 骑满车主未领回责 将直接办理报废手续 新法上落后 陷阱局表示报废车辆拍卖所得 如果不足以支付一致车辆保管费 将以拍卖金额为一致保管费的上限 不再另行追讨价差 记者言龙新竹报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